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前段时间因为青春幻游记常驻嘉宾朗朗杨迪和范晨晨与总导演梧桐互动 但却并未贾铃和周深 于是观众纷纷猜测他们二人可能不会出现在第三季的节目当中 为此多达十余万粉丝纷纷发私信找无同问原因 但他并未回复观众们的问题 而此时作为青春幻游记这档节目总制片人的李佳 却临时在微博动态公开征集节目录制的城市 他在动态当中写道 大家能推荐推荐好玩好看的城市给我吗 好希望带大家去好看又好玩很多美食的地方去录制啊 在评论区里呢 有一些热心的观众纷纷推荐自己心仪的城市 推荐最多的当属上一期节目当中 杨迪等人常说的山东出好汉的地方 毕竟啊 山东有着孔孟之乡的美誉 而且还有青岛为海燕台日照等海滨城市 除了山东之外呢 还有观众推荐要到西双版纳武汉大连福建等地 毕竟这些地方也是风景迷人的城市 还有人推荐去东北更是说出了一些著名景点 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 松花江 俄罗斯小镇等等 但就在这些推荐当中呢 范城城却无辜躺枪 因为观众给大家推荐了一道东北的著名美食 那就是铁锅炖大鹅 而且还范城城请大家吃这道美食 大家都知道呢 范城城因为有了戏长的脖子 被粉丝们称为大白鹅 而且在上季的节目当中呢 他还模仿了鹅走路的经典姿势 而且在今年王牌对王牌当中 贾玲还模仿了他的姿势 而观众却给他推荐铁锅炖大鹅这道菜 让大白鹅范城镇无辜躺枪 其实啊 这也是观众出于对范城镇的喜爱 以及对节目笑顶的期待 所以才会开这个玩笑 那么为什么作为李嘉玲的总之天人 要公开征集城市呢 这与当前各个户外综艺真人秀节目满天飞的现象密不可问 因为各大综艺节目都会选择了知名城市 以及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这些城市和景点资源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如果再去同一个城市 可能就会被观众不经意间的进行了对比 假如对比落后的话 不仅是民生收益受损 其收视率也会出现下降 为了节目效果 也为了能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城市和景点的视角分享 所以作为总制片人的李嘉玲 才会公开征集城市 以求节目的更大突破 如果是你 你会推荐节目去哪里进行录制呢 推荐的理由又有哪些呢